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猫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英国同性电影《周末时光》 周五晚上,大户子在家洗澡收拾 准备去参加最好朋友杰米家的聚会 换好衣服,拿出崭新的耐克鞋 纠结了下,还是没穿 抵达时,他又迟到了 杰米调侃他,自己还打赌他今晚会守时 但还是很高兴他到了 人齐开饭,桌上盘子不够 姐妹们开大胡子玩笑 说他迟到了,该用小盘 汉子们起哄,想叫脱衣舞女郎 说这是传统,连大胡子都能接受 吃完饭,杰米和大家讲 自己和大胡子喝醉,干过的蠢事 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周日是杰米女儿生日 大胡子是他的教父 说自己已经准备好超可爱的小礼物 聊起近况,大胡子只提到 自己工作晋升会有很多加班 没过多久,他就借口累了 明早还得上班,有点醉 和经理相约周日再见 大胡子离开后 搭公车去一家同志酒吧 在吧台喝了些酒 大胡池里轻轻摇摆 寻找合适的对象 运气不错 很快看到一个最差的小胡子 对方离开去洗手间 大胡子跟了上去 寻找合适的机会 放水时 两人中间隔了个小个子男 大胡子越过他打量小胡子 小胡子放完水离开 小个子男倒是粘上了大胡子 一夜前醒来,大胡子泡两杯咖啡 端进卧室给了小胡子一杯 他十点上班 时间还早 小胡子提醒他 自己昨晚把他撞哈别人手中救出 他答应过自己 现在要来收他欠的债 不然哪会跟他睡觉 小胡子拿出录音笔 让他谈谈昨晚 发生了什么 期待发生什么 大胡子无奈接受 说在酒吧看到他 觉得他超出自己的追求等级 得知自己是他的第二选择 大胡子吐槽,这对话傻透了 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大吼大叫骂玻璃 小胡子打开窗户大骂回击 大胡子拜托他赶紧关上 担心会被人钻头 小胡子提醒他住的是15楼 大胡子努力回忆昨晚的细节 给小胡子录音 小胡子表示自己对嘎吱窝特别着迷 大胡子勉强答应 要求他看可以别碰 被调侃他嘎吱窝像是博物馆 接着回忆昨晚 小胡子问他出柜了吗 大胡子说出了 昨晚很愉快很美好 对自己来说已经足够 所以抱歉了 假如自己没能达到他的标准 分别前两人互留联系方式 电梯口刚好有个男人在送别女友 大胡子回屋 在窗口看了过小胡子离开的背影 有人在楼下骂他剥离 在笔记本上写了回日记 骑车去上班 他在游泳馆里当救生员 看到一男人帮了一男人擦水 便写了条简讯 说自己状态很差 用餐时 同事在旁边色气描述和女性的经历 大胡子收到小胡子的简讯 同事们问是谁要惦记他 他笑着说没人 对着禁止修整好自己 出去和等候在游泳馆外的小胡子会合 小胡子给他带了瓶饮料 夸他车好亮 大胡子坦言 在救护店买的 差不多30磅 很划算 小胡子问他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大胡子觉得挺不错 他读书时存加入校游泳队 小胡子好奇他有救过人的命吗 大胡子当然有 他救过很多人 老人居多 做救生员很长时间了 有一次淹死人 那天他没有当职 可惜了 小胡子爬楼梯时抽烟 突然被呛咳嗽 大胡子劝他该戒烟了 至少哪一天不抽 小胡子在市美术馆工作 大胡子没去过 但喜欢艺术 他很少旅行 邀请小胡子坐自己这行车坐 小胡子笑得自己像个傻瓜 两人笑得很欢托 大胡子就这样把他载回了家 小胡子很喜欢他家的摆设 打去他 看样子有人打结果救货店啊 大胡子随手拿起 一直价值不菲的马克杯 说他可能成属于 一位留胡子的持下老奶奶 买回家当宝贝 去世后留给他的孙辈 被卖掉买了家庭游戏机 吃东西时 大胡子好奇 早上的录音是艺术项目吗 小胡子说是 大胡子想不明白 他的录音 要怎么成为一件艺术品 而不是某个人讲下流东西 小胡子反问他 觉得谈论性爱下流 大胡子解释 只是不确定 人们想听陌生人的随便性生活 小胡子揭穿他 只是不想人们听他的性生活 要是人人都坦诚 那一切都会在正轨上 大胡子跟他讲 今天午餐时 同事站到说和女孩鼓掌的事 确定了那人不是统治 小胡子表示 统治人群从不在公开场合谈论性 除非是什么低级的性爱语 觉得这是因为他们感到羞愧 大胡子觉得是尴尬 小胡子说 那个录音完全不关于性 大胡子很感兴趣 小胡子反问他 直到跟陌生人第一次鼓掌是什么样的吧 就像他成为了一张空白画布 获得机会 在画布上留下想成为的影像 大胡子好奇他会怎么做 会把录音大声播放出来吗 小胡子无奈道 问题在于 没人会来听关于同志的性爱 同志会来 只那么不会来 两人分享一支小烟枪 聊各自的成长 小胡子十六岁时 在母亲日出柜 感觉大胡子不像出国柜 大胡子解释 自己是孤儿 十二岁时 遇到最好的朋友杰米 就像亲兄弟 朋友们都知道他是同志 两人心血来潮 在沙发上侵略 事后 小胡子给大胡子拿了毛巾 小胡子告诉他 自己和个 人不错的女室友住一块 临走前 大胡子承诺 晚点给他电话 门刚关上 就被小胡子敲开 说有件事没告诉他 自己明天 去美国上艺术课程 离开两年左右 甚至更久 大胡子强忍内心的失落 小胡子再次道别 转身离开 却在门关上前 退门而入 说自己今晚会个朋友喝点酒 希望他能来 会给他发个短信 随他决定来不来 大胡子再次在窗台上 看到离开的背影 这次小胡子回头了 大胡子在家收拾整理 闲日记驶 收到杰米电话 对方想他 现在过来 大胡子坦白 正要出门 有个派对 和自己在gay吧 遇到的男人 姐妹很替他高兴 约他明天见 大胡子在家洗干净自己 换好衣服 跑步犹豫 穿上了那双 展身的耐克鞋 坐公车是赴约 公车上 有些年轻人在谈论 关于某同志的闲言碎语 大胡子抵达派对现场 发现并非同志酒吧 看到小胡子 好奇问他 为什么选择者 小胡子觉得 这样更好玩 向他介绍 自己的吊事朋友们 女室友也在其中 小胡子在人群中 大声向朋友们分享 自己的约炮细节 旁边的直男路人 看了目瞪口袋 大胡子尴尬走开 女室友向他解释 小胡子正在 向直人发起第一轮进攻 认为 小胡子很喜欢大胡子 都不让自己听他的录音 平时都是认自己听 大胡子很高兴他没听 直男路人 对小胡子的大声说话 很不满 小胡子直言 他不满的是 在一个一系列酒吧 出现了很多同性恋 两人争辩起来 女室友告诉大胡子 觉得小胡子会搞砸 朋友们还为止打了赌 之后有八卦起 小胡子去非洲原教 他前男友去公园 调男人被打 小胡子那边的争论 以旁边一男人 牵起直男的手告终 他已经有些罪 和大胡子再碰了一杯 便喊他一起走 从不搞什么再见 问他觉得 你室友怎样 大胡子坦白 自己不喜欢别人 背着朋友说不好的话 感觉他不支持 也不理解小胡子 小胡子明白 要是自己等不及离开这里 那些朋友 就像是勒住脖子的绳索 没人想知道 自己活在粪坑里 所以假如他们 看到你想爬出来 他们会很高兴 拖着你回去 小胡子想重划自己 成为艺术家 两人去游乐场 玩碰碰车 互相撞来撞去找乐子 买了一大点棉花糖 一起吃 小胡子向他分享 自己在高中宿舍 一个人对着电视上 买面线的勾勾打飞机 正巧 室友走进来看到 小胡子被骂是玻璃 在室友跟全校说起后 他再没有过朋友 夜深人静 回大胡子住的地方 继续喝酒 小胡子喝得晕乎乎 拿起擀面杖 敲冰块 大胡子发现 赶忙制止 怕邻居们被炒到抓黄 说自己 也有像他录音那种东西 但自己的更私人些 不像他的那么公开 大胡子打开笔记本 把自己的约炮日记 读给小胡子听 这些他还未曾告诉过解谜 继续听他 读了一回日记 自己去读了起来 没一会儿 他就合上了笔记本 不愿再读下去 哽咽地问 那男人长什么样 大胡子只记得是金发 小胡子精神亢奋地发表 自己作为玻璃的 使命感言论 幻想可以 建议同志们的小花园 解释 自己不是说 人们不该结为伴侣 只是想说 希望不需要别人批准 赋予他合法性 让同志受到认可 在英国 甚至不是正式婚姻 在美国 人们走上街头 为平等权力奋斗 而在这 人们忙着使用 同志交友软件 大胡子好奇 为什么他觉得 在美国就会这么不同 有没有真正的独处过 没人可以永远一个人 小胡子坚持 自己不想妥协什么 大胡子劝他 就像他希望 人人都能独立思考 可他同时又希望 人人都附和他 为什么不能理解 有的人真的希望幸福 小胡子反问他 幸福吗 大胡子感觉 自己还可以 可以过得更好 更轻松 直到他觉得 自己是个蠢货 因为自己想要一份 伴侣关系 可事实上 自己认为他也想要 小胡子感叹 他会是个很好的男友 但自己不想要 大胡子以为 他是被前任出鬼伤的 小胡子表示 自己并不在意前任出鬼 在意的是 他是个不敢站出来 捍卫自己的玻璃 小胡子一脸认真 说自己不能有男友 不想和大胡子 为这个争吵 大胡子去了洗手间 缓解情绪 从钱包里 放出自己的私藏品 出来为刚才的事盗窃 把私藏品分享给小胡子 气氛很好 让人开始略吻 宽衣解带 上床鼓掌 清晨醒来 大胡子对小胡子坦诚 自己感到愤怒 是因为 这太可悲了 自己是个成年人 当看到他过得这么自我 这么骄傲 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不可以 听说他不打算 寻找亲生父母 小胡子提议 他把自己当成爸爸出柜 大胡子接受 向他出柜 自己是同志 小胡子表示 自己一样爱他 会为他骄傲 等他睡醒时 小胡子已经从厨房 煮好咖啡 端了过来 问他今天有什么计划 大胡子要去解米家 解米女儿今天生日 自己是他教父 问小胡子 今天几点的火车 小胡子说 大概四点半 问他 要来给自己唱歌 求留下吗 大胡子说不 临别前 小胡子听了他一口 让他别说话 大胡子在窗台 看到他离开的背影 小胡子在楼下 默契地回望他 人走后 大胡子去洗了个澡 带着礼物去解米家 这次他很准时 把礼物送给了解米的女儿 大家玩得挺开心 唯独大胡子 郁郁寡欢 解米私下问他怎么了 大胡子感觉 跟他说这个很奇怪 解米开导他 自己是他最好的朋友 大胡子还是告诉了他 关于小胡子的事 解米当即决定 现在就开车 送到去火车站 很快 大胡子在后车厅 等到小胡子 小胡子感慨 就知道他会来 问就是两人的 诺丁山时刻吗 杂鲁来一顿爱的宣言 不计人们 要么拍手 要么把两人 扔到火车下 火车即将进站 大胡子 开启街霸 说自己不是来阻止他走 小胡子忍不住哭了 大胡子把人扭在怀里 依依不舍地吻别 有人看到 骂他们是鸡老 大胡子很气愤 小胡子让他别管 拿了个纸带给他 再次吻别 登车离开 大胡子回到公寓 打开纸带 发现是大支录音笔 里面声音缓缓流出 城都开始 从你第一眼看到我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腐菌猫的观众大佬们 可以订阅一下腐菌猫 打开小铃铛 结束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爱你们哟